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炒花菜时,很多人都喜欢焯水或者直接下锅炒 那就错了,花菜焯水以后营养特别容易流逝 而直接炒又不好吃,还不容易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饭店大厨炒花菜正确的做法 炒出来脆嫩爽口又入味,好看又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有机花菜,先把它剪成大块 然后再剪成小一点的块 全部剪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盆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花菜 然后下手抓拌一下,把食盐搅拌至融化 用食盐水来清洗花菜可以消毒杀菌 这样可以去除花菜上面的一些虫卵和灰尘 抓拌均匀后先放一边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几斑大蒜,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和蒜片放在一起 再来准备两根青线椒,斜刀切成马蹄状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切几个小米椒,也把它斜刀切成马蹄状 吃不了太辣的朋友,也可以选择用青红菜椒来代替 全部切好之后和青椒放在一起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清洗干净的蒜苗 斜刀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把它切成薄片 加入一点五花肉,这样吃起来才更香 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先放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来切 这样切出来薄厚比较均匀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花菜也浸泡好了 简单的把花菜淘洗一下 然后给它控水搂出,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把花菜刀进来,先给它煸炒一下 这样可以使花菜吃起来的口感更加脆嫩 而且营养不流失 饭店里面的做法一般都是过油 我们在家做,先给它煸炒一下也是可以的 大概给它煸炒两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花菜已经有六成熟了 先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记着不用刷锅,再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五花肉倒进来煸炒一下 打五花肉炒香,炒至变色 打里面多余的油脂炒出来 尽量多给它煸炒一会儿 一直把五花肉炒至表皮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接着加入少许料酒去腥 一勺生抽提鲜 一勺蚝油 少许老抽提色 继续翻炒 炒出酱香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炒香后把姜蒜倒进来 继续翻炒炒出蒜香味 接着把煸炒过的花菜倒进来 继续翻炒把花菜炒至上色 接着调味加入一勺盐 一勺鸡精 青红辣椒也倒进来 继续翻炒炒出香味和辣味 这里要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炒至所有食材都入味 最后再把蒜苗加进来 继续翻炒 把蒜苗炒香炒至断生 蒜苗特别容易熟 不用炒太久 大概翻炒个十几秒就可以了 出锅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花菜用这种方法做 鲜香入味好吃又下饭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